大家好 这里是安波华语足球快讯2024年9月3日 日本职业联赛碑办准决赛首回合周三傍晚拉开帷幕 其中一场为广岛三剑走访鸣鼓吴巴金 广岛三剑近期连战连胜 球队经济整体表现强势 反观鸣鼓吴巴金近期表现起伏 广岛三剑此行迎波卯压力 鸣鼓吴巴金近况现佳 自6月12日日黄杯第二圈0比1不敌日本足球学院至今 球队12场赛事仅录得三剩二和七副之差列战绩 期间还是过连续六场不胜 鸣鼓吴巴金接着近五场状态也较为起伏不定 这对他们事意发挥难免会有一定影响 再来看看联赛表现 鸣鼓吴巴金28轮录得37个积分 只能排在积分榜中游位置 但有一个问题需要球队上下注意 他们1.14比1.21的得失球比表明球队存在一定的攻守失衡 进攻端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 以安达陈伯特利以及道元祥位守的攻击群 无疑需要拿出更好表现 广岛三剑近况与鸣鼓吴巴金形成鲜明对比 前者自7月10日黄杯第三圈4比0大胜盘程FC起 至今的十场比赛中录得9胜一副之佳击 目前更处于六连胜的甜蜜之中 进攻端的出色八辉为广岛三剑争胜保驾护航 球队最近五场单场能入最少两球 其中有三场后防还一球不失 防守端同样有一定保证 目前广岛三剑29轮过后以微弱优势领跑日值 同时在今界日连杯当中 广岛三剑四战全胜之余 进攻端每场最少能攻入两球 相信在苏迪利奥等人的带领下 广岛三剑能够再度取胜 感谢你的收听与支持 你的赞和订阅是我们的鼓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